透露一下今天有哪一几首合唱的歌曲 合唱吗 进去听就知道了 对啊 第一次进去听 我们进不去吗 你想听哪一首 其实进不去的话可以看一下直播了 对 你可以看直播 你想要听创新者 那我就唱创新者 你们可以慢点收机器 然后再没有画面听 只听歌到7点 有点久 就否认了嘛 就说没有这首歌 大家的歌现场跟我还原一下 因为粉丝还有其他人都还挺期待这种歌 不如你们唱吧 你们唱 不如你们唱怎么样 哪一首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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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you hey you pick me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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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点太随意了 我们再唱 一六七走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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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秒向你靠近 嘿嘿 嘿 对 OK 唱歌 我就是唱歌 要从此唱到尾吗 我们就唱一下副歌吧 副歌吧 副歌吧 有点劲起头 来 Hey you hey you pick me A.A.A. Hey you hey you pick me 你为什么起这个歌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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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刚才下午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粉丝提前来现场了嘛 然后正好拍到了就是有团饭给你们的喊口号 你可以现场拍一下这个视频吗 感觉你不要看这个视频 他们在外边一组绕着整个那个图案 我觉得还蛮有秩序 蛮好的 nice 方队 就其实我们一直希望他们要注意安全 这个是很重要的 主要是天气热怕正暑 主要是 哇 广州太热了 我的天 我站在这都已经出汗了 因为其实除了今天来现场看那个 看现场的粉丝嘛 就在大厂还有第二现场 这粉丝跟你们 第二现场 在看直播 什么第二现场 在大厂啊 对 在大厂 为什么你们把第二直播弄得那么远啊 对啊 好远啊 从哪认识你们 然后从哪 有人去那看直播吗 那我那如果比如说如果要我的话 是不是他要回马来西亚看 我要回山东看 是我们特意准备了一个场地 然后给大家看 那很好 所以大厂的朋友也可以看到直播 对 那我们可以去大厂给他们个惊喜吗 可以 走 走 走啊 现在过去大概多久了 嗯 那也唱会啊 唱吧 用任意门吧 嗯 所以能不能给就是不能来现场 还有在大厂看直播的一些粉丝 一些现场来一些福利 或者跟他们说几句话 福利吗 大厂女孩 哪一种 正体正体把你的福利抱过来 大厂女孩 我都听到福利 没听的 好 我们提到大厂的话 可能就不提到了气 不是 直接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上一公里还没打完呢 今天 哎呀 坤坤 我们福利还没给 送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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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一句祝福 大厂其实是我们最有回忆 最美好的地方 对 我觉得 从今天开始我们会 走上一个新的真诚新的故事嘛 所以 也希望跟所有的大厂女孩们 大厂男孩们一起 好好的走下去 好 好 好官方 好官方 呜 不官方 不官方 没事 没事 真心 我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能回到过去 给初登舞台自己一句话 会想说什么 初登的哪一个舞台呢 初登 就是自我介绍的 哇 这么早 初登 那个印象也太早了 太早了 是哪一个就是 就是早上 百年首秀 对对对对 百年首秀 叫百年首秀 哦 百年首秀 是初评 哈哈哈 为了是自我介绍 嗯 自我介绍 哦 是自我介绍 我想对那个时候自己说 我叫一张 接音 哎 我先说我吧 我觉得我想说就是 那个时候的你 还太过于智能 接下来会经验很多事情 会慢慢的成长 会变得更加智能 有 哎 哎 快变成像我这么智能 这么智能 你有钱 小鬼 city 你这么变成像我这么 是的 哦 智能 traumat 好了 到你了 啊 你要说你对自己出贫�ci 哦 我对我 不是敏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别吓腰了兄弟 因为我当时吓腰了 我是朱正廷 谢谢大家 你是做那个王外特工 王外特工那个嘛 然后当时后来吓腰特别后悔 那个鬼的那个 后悔吗 后悔 特别后悔 别说了 到你呢 我后悔完了 全部都要来一个 哎 自爆 自爆 就说别人的时候 全部都要来一个 我觉得我想最近的时候 自己说一下 就是你皮肤正好 自爆 现在因为工作比较忙 所以皮肤就差了 真的 下一个 你呀 我吗 我吗 我觉得对那时候自己说 好 说得好 说得好 我伤人泪下 让我 没有 我想对那时候自己说 就说 呃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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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是 下一个 下一个问题吗 这必须说呀 说 你都留下了 别紧张 感动的感动 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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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自己比较 哎呀 下一个 哈哈 哈哈 留着一会儿台上说 留着一会儿台上说 对我也留在台上说 好 那么我一年半以来 觉得变化最大的队友是谁 一年半以来 变化最大 都挺大 我瘦了好多 都挺大 哈哈哈 你瘦了好多 掌镜他也是 哈哈 掌镜他也瘦了好多 你看他现在 营养不良的现在呢 嗯 那接下来就有些伤感的问题 哦 伤感的问题 就是什么今天 自己真正的意识到NPC旅程就要结束 哎 忍住啊 先别走 我们发合照的那天是几号 合照的那一号 合照的那一号 10月6号 10月6号当天了 对 掐到12点 对对对 我们的聚餐 对 你们当时在聚餐是吗 对我们当时在聚餐 然后一起发 结果后来有人网不太好 然后就发不出去 比如说我 有时候01 01的还是02的呀 哈哈 没有卡到0 那个Fiverr那个文案是谁想的 秒想 是掌镜掌镜 掌镜掌镜 都发出了微博了 突然是哎 大家发个微博发完 哎我们同一个文案都已经发出去了 他都已经发出去了 那天编辑 对 那天就是聚餐的时候有没有说一起回忆一下之前 有 然后这段过程 有的 有的 这个天大家都非常的开心 然后也有非常的就是彼此之间也聊了很多很多很多 感觉回忆满满的 对 说过回忆的话 我很好奇大家是否在 突然 突然 突然高八度的声调突然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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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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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笑我快到了 你没有记下一个纪念日就是每年什么时候要一起出 定了定了 4月6号 4月6号 就看4月6号那天谁不来 我们就直接发子拍摄 对对对 看少了谁我们不说 挂他 我也不挂 哈哈哈哈 再过去 嘿嘿嘿嘿 除了就是大家一起唱歌 然后每个人也有个各自表演不一样的歌曲嘛 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做了那些准备 我看城中有一套银色的那个造型 你怎么看到的 你往上路透啊 往上路透啊 你被透了 那是彩排 彩排吗 我这里真的要 这个好笑 我真的要讲一下就是大家 彩排尽量还是要替我们保密 因为彩排 一个是我们 准备的过程 是需要我们要用心的去准备 第二个是也把惊喜留到现场嘛 所以以后请大家彩排这一块还是不要尽量不要投拍这样 视频啊照片啊 这个好笑 这个不好笑 这个不好笑 这超认真 你自己来官方剧透吧 官方剧透 这个好笑 这个好笑 我会唱歌 我会跳舞 我会说话 这个好笑 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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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最不安的心情是什么 就比如解散之后 我上天去说第八季 哇 第八季 第八季 可以可以 这个好笑 这边的问题都不行 你还会去参加 我上天去生吗 我参加第八季 那有可能有可能 我也已经带来第八季 你改为了太好的感觉 好啊 当然还是要参加 不然就不会有9% 对啊 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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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季大概三十岁 三十岁 我算算啊 第八季 算不清楚 好多一点 好笑 这个好笑 这个好笑 哈哈哈哈 你们现在会有被后面新选秀 新选秀出来的人迭代的那种危机感吗 是什么 我们要等到第八季才知道 第八季 那现在的第二季 我觉得等第八季吧 等第八季 对啊 现在第二季 还有六季没出呢 哈哈哈哈 超什么集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什么忠告 要给后面参加选秀的 参加第七季 参加第八季 有时候有可能都没出 这个没出生啊 这个叫做 第八季可能是50后 对叫建议 少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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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努力 多幸运 多练习 别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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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后一个问题 你们每个人就想感谢NPC的是什么 这个是不是要一个一个讲还是 可以一个一个讲 那我们从谁 老规矩 从悠长进开始 我觉得 老规矩到底是怎样 对啊 很多规矩 到底是怎样 我看是吧 9%带给我 最大的 我觉得是 所有吧 包括我得到的 还是我经历过的 还是 其实这之前是想都没想过的 然后就是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9%给我 所以我觉得还蛮骄傲的 嗯 我们先收着点 收着 OK 收不出来 收不出来 把补装来不及 我觉得9% 我觉得 首先9%无论是 每个人其实一开始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 一开始都没有那么 对这个节目期待没有那么高 可能 因为我们就是一群可能对自己喜爱事物特别热衷的一群男孩吧 可能当时 然后就没有那么特别希望可能有可能会出道或者怎么样 但是没想到一个节目就突然一下子就是升天了 然后就觉得很很很 兄弟哄啊 兄弟哄啊 对 还是觉得 还是觉得感恩一切吧 对 然后一个好的时间 好的机遇 然后带给我们无论是 生活上还是物业上 很多东西给我们带来一些 很多的改变 所以还感谢那么一下 嗯 收着点啊 收着点 我比较感谢就是9%的所有的兄弟们每次跟他们一起工作或者采访啊什么的就特别放松特别开心 因为我我自己采访的时候有点官方啊我承认啊就是对 所以就每次跟他们在一块就很开心很放松这个事 有点有点 你说出了我们广大记者的心 哈哈 好我会改的啊 好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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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吗 没了 OK 还有六个人 还有问题就是 刚刚最后你没有打完 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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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的是 身旁所有我们支持Neversand的人 然后以及 因为其实我们Neversand成团 那其实我们是年轻一辈的小朋友们 那其实在这个行业 还有很多未知的以及不懂的 那也很谢谢这一年半以来大家的交融 然后我们会继续进步 我的话可能是感谢Neversand 带给了我一段很美好的一段经历 对 就是从我们 从到比赛到刚出道 一出道之后就跟这么多兄弟们一起去这么远的地方 其实也是第一次跟朋友去这么远的地方 然后一起去练习去 我觉得就是无论到再到现在解散了 其实都是一段特别美好的经历 对 感谢Neversand再给我这一段经历 Yeah Neversand给了我们很多珍贵的记忆 然后Neversand 也让我有机会 就是给了我很大的机会 让我能做自己喜欢的音乐 然后能为自己的梦想付出很多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Neversand给我是非常珍贵的东西 谢谢每一位兄弟们 谢谢Neversand 谢谢 我的话 我可能就是想要感谢在场现在我身边的每一位兄弟们 然后还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人 然后也是谢谢 就是 给我人生留下了这么一段美丽的回忆 别哭啊 我觉得要感谢给我们Neversand这个名字的所有人 因为这个名字是跟着大家一起出来的 然后也是在大家的成长下 关注下 然后慢慢出来的一群小男生 所以 我觉得这个名字对我来讲非常的有意义 我想特别感谢就是说 一路以来见证和陪伴我们走过来的人 像Neversand 然后像兄弟们 还有一直陪我们在身边的工作人员们 和节目组 和节目组 然后当时 节目里面所有的人 我觉得 这段经历对我们来说都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我觉得Neversand 虽然说马上就要解散了 但是我觉得以后 我们会一直是这样的关系 而且我希望大家会越来越好 继续加油 是的 好谢谢大家